宋少卿再次化身全能共享王 Office 365全能分享 大家好 我不是周星驰 我是宋少卿 但是我今天 不是说相声的宋少卿 我今天是 全能共享王宋少卿 所谓全能是什么 全能就是 万能智能才能效能超能多功能无所不能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如果全能还可以共享 那就世界大头 哈哈哈哈 对不起导演等一下 我周星驰表演法真的好累 还是诚诚恳恳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全能共享 首先 就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共享的世界 各位 这是一盒大披萨 一个人吃成本高而且贵 而且你还不见得吃得完 如果 一群人吃呢 那当然不一样了 因为一群人 share 成本相对少了许多 而且还可以很多人分享 这 就是 共享的概念 例如 Office 365 家用进阶版 它就能达到全能共享 怎么说 Office 365 家用进阶版 它就像 夜问 一样 一样 它可以 一个 大 十个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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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星哥是一套 可以装在十个不同的装置上 你早讲 对不起 它是一套 可以装在十个不同的装置上 iPhone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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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 Mac Notebook 再一台Notebook 平板 平板 又平板 做机 看到没有 买一装十套 所以 就多么符合共享 接下来 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大家所担心的钱的问题 换算下来 一个月大家要花多少钱呢 1 35 2 350 3 3500 4 不知道 大家可以开始抢答 在这个抢答的过程当中 我想请问一下 有没有工作人员 愿意过来 帮我把这个装置拿走 因为这是真的桌机 它不是道具 很重 我很累 有了 谢谢 等一下 我看你的脸一定是要选4 对不对 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还要告诉大家 Office 365家用进阶版是多少钱 怎么算得出来呢 嗯 好 我先这么跟大家说 如果10人共享的话呢 大概一个月只要35块钱 所以说 Office 365家用进阶版 是不是非常符合共享原则呢 刚讲了全能共享 至于全能呢 Office 365家用进阶版它包含了 Word Excel Excel OneNote Outlook PowerPoint Publisher 还有SkyDrive20G 怎么样 非常厉害 非常全能版 它就是真正全能共享的Office 365家用进阶版 所以 Office 365家用进阶版全能的事情 下回分解 Hah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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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回来 Hu